今年7月底,总统蔡英文承认债务有4,350亿元,但学者认为有1兆4千亿元。 蔡政府任内总共提出13项特别预算,金额高达2兆4,966亿元,其中需要举借额度有2兆2千亿元。 2兆2举账,这个账就很冒算,但是民进党一睁着眼睛说瞎话,他硬是拗说财政局任内只有举债4千多亿,我不知道账怎么算的。 我后来查了半天啊,我要做功课啊,原来他的计算是以决算为单位,决算那条线为主,决算什么意思? 各位,钱用完了,到最后审计部去办决算,他才算,举例来讲,这个战绩啊,2千4百亿左右,2千4百亿, 他是特别预算,钱我们付了哦,飞机没有交哦,飞机没有交,钱付了,这笔钱是举债的哦,那这笔钱,因为还没有决算,所以他就不列在里面,他是用这样子的,玩数字游戏,欺骗百姓,说谎话。 当立马院举手,表决通过,13个特别预算,总共2兆4千亿,扣掉,一些的税记剩余,2兆2千多亿,那就是全部举债的数字。 而是由下一任的政府,或者下下任的政府,来买单,那谁买单?各位,就是你我的子孙,你我的真孙,再付这个钱。 这道理这么简单,我提几个更进一步的数字,除了他刚刚提到的,刚才我们孙记长提到的,六兆多, 审计部有类似相关的资料,我们还有一个中央加地方政府的,浅债浅的债务总额, 105年,就是2016年,开始,财政政府上台以后,一直到,今年的6月,总共的浅债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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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18兆6千多亿, 这么大的数字,你看得到的,是六兆多,可是事实上,有些你看不到的,浅债的债务, 18兆多,这个东西,这么大的数字,我们一年的中央这么不总预算,就是2兆2, 这等于是9年的中央这么不总预算,这个数字这么的庞大,这个账怎么会一直出来呢? 我们就来仔细的算一下,其实跟中央公司,跟台电有很大的关系,中央这几年的亏损, 109年亏了77亿,114年亏了434亿,111年亏了2000多亿,今年到4月底亏了300多亿,今年预估应该超过1000亿的亏损。 立委费红太也强调,中央政府每年拨补劳保金额,台电去年增资1500亿元,今年益住500亿元, 这些都是潜藏负债,而且是正在进行事。 跟各位报告,这一条负债是会发生的。我们举两个例子,举两个例子。 我们中央政府预算里面,每年拨补给劳保,我们列了前后的5年,分别200亿,200亿到明年的预算大概是1000亿。 这是潜藏负债,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要拨补。 我们在看台电,台电的潜藏负债,刚才协会委员都提到了,跟各位报告,这都是在发生,都在拨补。 去年,台电增资了1500亿元,今年益住了500亿元,明年要益住多少还不少。 台电跟老保的潜藏负债,我要跟各位报告,随时都会发生的。 台电每年亏,这两年亏损将近5000亿元,每年还会持续的亏损。 除非,明年选完了以后,他会把电价快速的提升,快速的提高。 从现在,我们每个平常的电费,每度2块多,立刻要平均提升到4块多,将近到5块。 台电,谁来负债,当然是每位老板就要负贷。台电跟老保,光讲台电跟老保,老保的潜债负贷,大概有10兆左右,每年都要破,不破补就破产。 担心债留子孙,兰尾提出议题,还补充债留下任政府,仿佛是责任政府请客,下任政府买单。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